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各位好我是帅兵 今天是2020年2月16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在恶台胞至今不能回乡的原因何在 国台办发言人讲述事实真相 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称 一艘美国海军作战舰15号航经台湾海峡 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次 台空军公布黑鹰直升机事实原因 主要是环境与人为的复合因素所致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 详细内容 2月3号首批247名赛格台胞 搭乘东航春节加班级返乡 但后续运送迄今未能实施 备受两岸关注 民进党当局近日指责大陆方面 拒绝合作导致运送安排破局 究竟事情原委如何 赛格台胞至今不能回乡 原因何在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15号接受记者采访 讲述了事实真相 马小光说 2月6号我曾介绍了 东航运送计划受阻的情况 指出台湾方面一再借故 拖延台胞返回 并不断对大陆无端指责 把我们努力克服各种困难 为台胞服务的一桩好事 变成了无理的政治炒作 这些天来 台湾方面不但继续阻挡 拖延台胞返乡 而且他们的民粹和政治操弄 变本加厉 甚至不惜采取造假造谣的手段 掩盖真相 对于记者询问 台湾防疫机构负责人14号下午和晚间 称2月9号两岸曾达成共识 由华航直飞运回台湾方面提出的 优先返回名单121人 但大陆方面突然变卦 并要求以东航5个班次运送979人 马小光指出 此人完全罔顾事实 纯属信口雌黄 真实情况和过程是 2月3号 东航完成首次运送 返乡台胞 感谢大陆各方积极提供协助 台湾方面曾对这次运送表示感谢 2月4号 东航提出第二批运送计划 及5号6号晚间各有其执行两班 共运送890名台胞及其家属 台湾方面当晚予以回绝 表示首批运送回乡台胞 出现一确诊病例 后续应提升防检疫强度 由于岛内对返乡台胞的防疫措施 收容能量有限 东航的直飞安排断无可能 并提出运送乘客应有优先类别 2月5号 大陆方面要求台方尽快提供 其所称确诊病例有关信息 以便湖北方面和东航及时进行防疫调查 并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并表示将继续对全体返台乘客 做好疫情排查和科学防护 鉴于湖北带返回台胞 已机械完毕 东航期望当天至少执行一两班运送 以解民级民困 但台方既没有提出所谓优先乘客名单 也不回复确认东航运送安排 导致东航当天未能直飞 在武汉已做好登机准备的台胞 被迫解散回家 5号晚台湾方面要求提供东航拟载运全部乘客名单 湖北方面漏夜加班再次汇总湖北各地台胞 请求协助返向的申请 整理出979名台胞及其家属的名单和相关资料 并于6号上午9点前交给台方 2月6号东航根据湖北汇总乘客名单 提出6号和7号各执行两班 8号执行一班 共运送979名乘客的计划 台方再次借故拖延 声称首次运送作业在岛内引起诸多疑虑 提出要由台湾防疫人员在登机前执行检疫 街上旅客以200人为上线 并将提供一份台方整理的反台优先名单 与此同时 民进党当局一些人指责首次运送 造成台湾防疫漏洞不断对大陆进行攻击 由于当天东航再次无法直飞 大陆方面指出台方一再拖延阻碍 导致东航后续运送安排无法实施 在恶台胞深感失望寒心 如按东航计划集中运送 所有急切返回的台胞皆以如愿返乡 台湾方面曾对首批运送表示感谢 近日却一再对大陆无端攻击指责 这种政治操纵应立即停止 并尽快确认东航运送安排 2月7号8号台湾方面继续拖延 没有任何答复 2月9号台方不但没有同意东航运送 反而恒生之节提出拟游华航班机执行下一航次任务 乘客以200人为限 当天并提交一个121人的优先返回名单 2月10号大陆方面回应 第一湖北疫情防控任务繁重 武汉天河机场运输保障繁忙 由东航从在恶台胞集结地起飞运送 快速便捷 台方另提华航接运 无异于节外生之 第二如果按台湾方面所称 由于岛内防疫能量所限 一般次只能运200人 并以每批返回台胞需隔离14天算 目前近千名在恶台胞全部完成返回 至少要两个月后 众多急于返乡上班上学就医的台胞 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 第三东航此前提出的运送计划 是全面满足在恶台胞返乡心愿的切实可行方案 台方的121人优先运送名单 金湖北方面核定比对 该名单既不全面 也缺乏合理公平 979名等待回向台胞中 慢性病患者近80人 60岁以上老人和不满18岁少年儿童近400人 而台方名单中真正需要优先的不足20人 121人名单的代表性显然有限 尽管如此 东航仍愿近日内运送包括这121人优先名单在内的200到240名台胞尽快返回 同时对于东航后续运送全部在恶台胞的航班计划和可行时间 台方应尽快明确提出意见 第四 武汉方面对台方声称首批返回台胞中出现一确诊病例高度存疑 并提出7个问题要求台方做出说明 希望台方方面回答并提供该病例相关资料 2月11号台方仍然拒绝同意东航执行运送 2月12号台方再度表示拒绝同意东航运送 并称初步决定由华航在12号或13号执行载运任务 大陆方面明确表示综合考虑急需返向台胞情况和武汉机场实际状况 由东航直飞运送最为便捷可行 由华航接运不切实际希望台方误再坚持 目前滞留在恶台胞急需返向工作学习就医者慎重 尽快返向是他们的最大关切 台方应当就其岛内扩充防疫能量安置返向台胞 说明确切时间进度安排 以免台胞苦等不知研制何时 台方久托不知一于湖底 2月13号台方仍不同意东航运送 大陆方面当天回应 湖北方面对运送台胞返向早已规划周全 各项准备一周前即已就绪 运力保障不存在任何问题 同时再次要求台方就何时能完成再个台胞回台后防疫安置能力扩充 尽快说明时间进度安排 以利双方有序推进后续运送作业 马晓光说以上就是截至目前两岸民航联系渠道沟通的全过程 事实清楚表明台湾防疫机构负责人所说的完全是谎言 双方一直在沟通东航运送事宜 明明是2月6号东航就提出了完整的运送台胞计划 而台方方面一再以各种借口阻挡拖延 2月9号又改口提出由华航直飞 何来大陆变卦之有 也正是此人宣称 首批反台的台胞出现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引发了岛内炒作 成为台方阻挡再个台胞回家的借口 然而武汉市台办根据掌握的具体确凿事实 发现台方宣布的这个确诊病例存在很多既不符合医学规范 也明显有被常理的疑点 因此提出了七点质疑 这位台湾防疫机构负责人完全有责任如实向公众做出说明 但是从2月8号到现在 他除了织物搪塞对七点质疑一直惠莫如深 这名台胞被宣布为确诊病例 竟然没有被告知 更没有进医院隔离治疗 也没有实行与其他同级旅客不同的措施 这样的离奇怪事 有谁能信 但就是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病例 却被台湾方面大做文章 成为阻挡东航直飞运送的一个理由 在大陆方面一再要求下 台方13号才提供了这个病例的一些情况 如果真是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相关信息提供拖延长达10天 这会给其他同级乘客给湖北方面防疫带来多大危害 前几天还是这位台湾防疫机构负责人 竟然不顾基本的人道精神 宣布不许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回家 这种冷血决定不但给在恶台胞返乡带来更大困扰阻碍 而且对许多台胞家庭造成伤害 马小光指出台湾方面声称的弱势优先 其实是拖延东航直飞计划的一个借口 实际上在首批回乡的247名台胞中 我们已经考虑了老人少年儿童和慢性病患者 有98人得到了优先运送 我们也说过 尽快运送就是最大优先 符合每一位需要尽快返乡的台胞的利益 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 台胞方面一直拖到9号才提出121人的优先名单 早就耽误了东航先前的直飞安排 所谓优先从何谈起 更何况东航计划运送的979名台胞中 近85%是临时来厄人员 未满18岁的少年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 有近400人 有近80人为慢性病患者 台湾方面提出的121人名单 完全没有顾及上述情况 不能真实反映载恶台胞的实际急迫需求 至于台湾方面称防疫收容能量有限 他们不应该忘记 民进党当局1月30号就曾声称 要接回在湖北的台胞 并信誓旦旦宣称会做好充分准备 为什么过了几天反而以收容能量不足为借口 拒绝东航运送呢 收容能量不足是一个必须优先解决 也不难解决的问题 十天过去了 竟然没有结果 令人难以置信 是无心 是无力 还是其他 我们提出台湾方面应当加快防疫安置的扩充 同时不要完全中断返乡台胞的运送 即充分考虑了在恶台胞急需返乡的最大关切 同时也是基于理解和体谅倒霉民众 我们提出台湾方面应当拿出一个完成防疫安置的确切时间表 以利双方有序安排在恶台胞后续运送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台湾方面至今避而不谈原因究竟何在 他们应该讲清楚说明白 马小光强调 在运送再要台胞返乡这件事情上 事实清清楚楚 台湾方面先是以防疫优先 弱势优先 防疫能量不足为借口 后来又恒生之节提出由华航接运 他们总是在不断寻找借口 变化手法 百般拖延阻挡东航实施运送 谁在真正关心帮助台湾同胞 谁在极力拖延阻挡不断节外生枝 是非明了一目了然 实际上台湾方面的各种托词和借口 都是为了拖延运送阻挡台胞返乡 企图以谎言推脱责任 掩饰自己的口是心非是行不动的 事实就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他们的内心和真实面目 说到底 民进党当局从来就没有把台胞的利益放在眼里 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让在恶台胞尽快返回 而是想尽办法阻拦 能拖就拖 能党则党 能耗多久是多久 大陆方面 从关心台胞健康福祉和真诚帮助台胞出发 早已做好了运送在恶台胞返乡的一切安排 这些台胞也在急切期盼等待 我们敦促民进党当局不要把一己私利 凌下于台胞的利益之上 应当尽快同意东航运送 让在恶台胞早日顺利回家 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15号晚前表示 一艘美国海军作战舰上午游北向南航行台湾海峡 台湾防务部门称 美舰航行台湾海峡细执行一般航行任务 台军对周边海域与空域各方机舰动态均全程掌握 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公开披露的讯息 此次美国军舰航行台湾海峡为今年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1月17号 为美军一艘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下落号CG67 2019年共有9次 2018年7月起共有3次 根据此前我国国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 2月9号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两日绕台岛巡航演练 针对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台空军一架黑鹰直升机1月2号在新北市 与宜兰交界山区坠毁 前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人殉职 据台媒报道 台空军15号正式公布初期调查报告 因山区天气骤变 云雾浓厚 同时受移动云层影响 飞行中瞬间进入云层 飞行员来不及拉高硬处 触地坠毁 事故原因主要是环境与人为的复合因素所致 根据台空军公布的黑鹰直升机 实事调查现场见识图 飞机机附连续两次触地后 悬翼的力道将当地树木完全扫平 拖行处一道将近70米的拖行痕迹后 剧烈翻滚 报道称 单纯从现场状况判断 应该是当时飞机已经相当接近地面 但当飞行员发现前方或是下方有障碍物时 紧急拉升不及 导致悬翼打到树梢后 直接失控下坠 冲撞地面 滑行后翻滚 太空军五名高层因此事受到惩处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我们两岸头条节目组 衷心的希望再一个台胞 能够赶快回家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好